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爱与梦想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在好莱坞日罗西山之时 总会举办那么几场如胶片般美丽的鸡尾酒晚会 三家晚会的都是电影界的顶级精英 大家举止酒杯高谈阔论 而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菲尔的身影 他是全城最顶尖的经纪人 八面玲珑的他有着最广的人脉 对所有明星的八卦意识如数家珍 这天晚上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他久未联系的亲姐姐 姐姐说自己的儿子鲍伯想要去好莱坞发展 希望菲尔可以照顾他 可姐姐的话还没讲完 菲尔就被叫去应酬挂断了电话 显然对于这样的一个亲戚 他丝毫不放在心上 有之后一辆初次车来到了好莱坞 从车上下来的正是菲尔的外甥鲍伯 对于好莱坞他有着无限的憧憬 希望自己也能如舅舅一般闯出一片天地 这样他就不用再回到那个穷困潦倒的乡下 他直进来到了舅舅的经纪公司 可繁忙的舅舅并未将这个穷妻一起放在心上 在苦苦等待了几周后 鲍伯终于见到了他 舅舅将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打杂 并让自己的秘书瓦尼带他熟悉环境 瓦尼美丽动人 与他相见的那一刻 鲍伯便被他迷住 在接下来的日子 瓦尼带着鲍伯到最时尚的隐形豪宅区参观 两人在不同巨星的豪宅前说着他们的八卦 渐渐的 鲍伯被这个在纸醉鸡迷的世界里打拼 却依旧保持着善良纯真的女孩迷得神魂颠倒 两人一起工作一起交谈 终于在这天 鲍伯向瓦尼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可瓦尼却说自己有男友了 这让鲍伯心碎了一地 但很快他便跟着舅舅一起投入到了工作 在一个派对上 鲍伯见到了许多的明星大咖 看着屏幕闲光鲜亮丽的明星 却在不停地说着夜内黑话 互相拆台 鲍伯第一次体会到了现实的感觉 慢慢地他工作不如的正轨 他还是深深地爱着瓦尼 某天他邀请瓦尼来自己的家里 并亲自下厨准备了一顿丰盛的烛光晚餐 可瓦尼突然来了个电话 说自己今晚有事 这让鲍伯倍感失落 原来瓦尼要去见自己的男友 而他的男友正是鲍伯的舅舅 两人已经维持了一年的地下关系 舅舅曾承诺瓦尼会和现在的妻子离婚 再迎娶她 瓦尼以为他这次是带来好消息 可舅舅却向他提出了分手 希望两人回到同事的关系 失落的瓦尼同意了 在和舅舅见面结束后 他难过地来到了鲍伯的家中 并告诉他自己会努力地忘记前任 在鲍伯耐心地陪伴下 瓦尼也抵挡不了他的魅力与关爱 杨的感情终于发展成为了浪漫的爱情 不久后 鲍伯向瓦尼求婚 他让瓦尼和他一起回到纽约 在看透了好莱坞光纤下的虚伪后 鲍伯只想回到家乡 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宠着瓦尼一辈子 在鲍伯深情的告白下 瓦尼同意了 可舅舅很快就得知了这件事 他还深爱着瓦尼 在得知瓦尼将离开 他决定晋身出户和妻子离婚 这让瓦尼有所动摇 自己该选择成功富有的菲尔 还是可爱率真的鲍伯 而鲍伯也在菲尔的办公室 看到了瓦尼写给他的情书 知道了原来让瓦尼念念不忘的前任 是自己的舅舅 他直接找到了瓦尼问道 你要嫁给我还是我的舅舅 而瓦尼在这事业脱口而出 我要嫁给菲尔 就这样 在这个如梦如幻的好莱坞大都市 鲍伯被伤透了心 他回到了家乡 跟着自己的哥哥经营夜总会 他用自己在好莱坞工作的经验 重新叫夜总会装修改名 还用自己积攒的人脉 请来许多娇美的模特 成功吸引了许多上流人士和体育明星 就连社会名流和政界人士 也在这里打得火热 夜总会的声望与日俱增 面对富商和名人 鲍伯也游刃有余 而他的咖啡公社也有此建立 上流社会的人都在此举杯交谈 像极了当初在好莱坞的鸡尾酒晚会 今天晚上 夜总会走进来了一个 刚离婚的美丽女人 罗维尼卡 她的丈夫和她的闺蜜好上了 这样相似的被抛弃的经历 让鲍伯对她更为关注 在鲍伯的主动下 两人一起喝酒聊天 成为了情侣 几个月后 罗维尼卡告诉鲍伯自己怀孕了 两人也就自然而然的结婚生子 一切看起来都是这么的正常美好 可今天晚上 菲尔和瓦尼却来到了鲍伯的夜总会 昔日的恋情再次相见 却都变成了当初两人最讨厌的模样 瓦尼不再单纯善良 对于名人的八卦脱口而出 鲍伯也不再热血天真 如今的她像极了八面玲楼的舅舅 只是当她再见到瓦尼时 心中还是不免触动 但无奈时光荏苒 他们都变成了以前最看不起的那种人 面对瓦尼一起吃饭的邀约 鲍伯还是无法拒绝 因为菲尔十分忙碌 鲍伯便带着瓦尼在纽约四处游玩 一瞬间两人似乎回到了从前 他们蹲在街头赌博 去到破旧的小酒吧听爵士乐 三日落的中央公园 两人喝着酒情不自禁地拥吻在一起 但他们都知道 不能再这样下去 而不再相见才是最好的结局 有些感情可能永远不会消逝 但梦毕竟只是梦 故事的最后是在新年的派对上 时间无情流逝 鲍伯携着自己的妻子 在纽约的夜总会倒数 可当倒数结束后 他忽觉畅然若失 而这边在好莱坞的瓦尼 也在看向远方 满眼惆怅 生活还在继续 你不再是你 我也不再是我 梦想不在 以往不在 光愁交错间留下的 只能是太多的无奈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的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